好 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组相声人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没错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特别不容易 那当然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是 有的演员善于唱 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 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您就拿我来说吧 您哪 我比较擅长学唱 您喜欢唱啊 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啊 一般人还来不了 您都唱什么呀 我会唱耗子 那你太厉害了 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旗 我还唱个小猪配旗呢 我唱什么米旗啊我 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劳动耗子 劳动耗子我知道 知道吗 这是说过去 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 自然而然哼出这调子 就叫劳动耗子 太对了 对吗 耗子种类大伙比较熟悉 那是 一般有这个穿枪耗子 有 行船耗子 没错 装卸耗子 搬运耗子 起重耗子 还有你拿耗子 我 那叫狗拿耗子 对 你说对了 我 你仿佛在骂我 请把仿佛去掉 干嘛 就是呀 开个小玩笑 别这样揍啊 就是种类很多 是的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什么耗子呢 叫做车水耗子 这个咱不常听 北方的比较少见 是吗 过去来说在南方 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 唱的一种耗子 这个耗子唱出来的曲调欢快活泼 非常的有意思 你别光说了 同志各位朋友的面 现场来一回行吗 大伙不爱听 爱听 你看 既然这么爱听啊 那我就现丑了 那您来了吧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是啊 面前有一条竹杠 手搭到竹杠上 脚底下踩水车 预备呗 走 走 打操死呀 哪儿没死呀 那三 两人一起来呀 一起来呀 好尴尬呀 兄妹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谁有病啊 不是 你这干嘛呢 你这忙忙叨叨的 你这 我跟你说了吗 这是两个人 两个人 大嫂子二妹子 人物得分伴 还有表演呢 这个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呼啊是怎么回事呀 水上来了 哦 这水就上来了 踩水车呀 呼啊 水上来了 那我还理解错了 你以为呢 我还以为你吐了呢 你想啊 你踩水车 你晕车呀 你踩水车 你晕车 你吐了 太恶心了 但是现在来说呀 都是这个自动化 没错 对不对 一按开关 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那当然了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你等会儿 你这说的不对了 怎么了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后子摁开关 不一样吗 大嫂子二妹子 往摇控台面前一战 对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后子 这多好 那你帮我个忙 我帮你什么忙 你演一个大嫂子 我 我就是大嫂子了 我演二妹子呀 哎呀 咱俩好般配呀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可以呀 好吗 只会自动化 可爱一点 可爱一点 就这样 我是大嫂子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呗 走 走 打扫子呀 那二妹子呀 那三两人一起来呀 一起来呀 开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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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不是 怎么回事呀这是 处坏了 处坏 在这玩坏了这是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耗子呀 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还真是啊 不是 兄弟 你可以找一个那个 人工行业呀 什么人工行业 你比方说是那个 外卖配送员 送外卖的 对呀 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 一般都打电话 喂大哥 外卖到了 下楼取一下 都这样吧 都这样啊 太无聊了 什么意思 太扑燥 你唱一个外卖耗子 外卖耗子 对呀 外卖小哥 一边送着外卖 一边唱耗子 这能行吗 这快乐的工作 是一回呀 你来一回呀 小心得呀 老大哥呀 快点出来取外卖呀 取外卖呀 烦没两个采没花呀 大哥大哥 快出来呀 快出来呀 酷茶 酷茶 喝饭洒了 这就洒了 这就 所以说我研究 劳动耗子呀 就是有现在 社会当中的 实践作用 实践作用 你比方说吧 它有什么用啊 很多流行歌里面 就有劳动耗子的存在 不是歌曲里面 有耗子吗 有一首歌 大伙比较熟悉 哪一首歌 叫做众人华奖 开大船 这我们都听过 一根筷子也 红黑红 轻轻背这端 红黑红 十根筷子有 红黑红 也轻轻背这端 背这端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 你这是 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 就是说这个意思 歌里面有劳动耗子 显着特别的好玩好听 确实是啊 对了 兄弟你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一首歌 什么歌 就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前夫的爱 不对 兄弟 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对 我离什么婚呢 前夫的爱干嘛 你说那歌我知道 哪个 那叫前夫的爱 对 前夫的爱 对 就离啥那个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 前生荡悠悠 小妹妹 对对对 我坐船头 哥哥你在岸上走 恩恩 哥哥 你不干活 你当什么当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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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活去吧你 对对对 不是 这怎么还唱几眼了呢 这 怕哥哥偷懒啊 哎呀 哥哥太难了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耗子 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很有带动性 大伙听着就高兴 没错 嗯 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 有没有耗子呀 也有耗子 生活里 你比如说过去来说 有那个放牛的 放牛 红牛耗子 红牛耗子是 这个词早来说特别的华丽 是 哦 喔 嘿嘿嘿嘿嘿呯呦 黑头 是 嘿嘿呦呦 raj嘿呦 嗨 这哪听出来华丽 restless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他怎么唱的呀 红牛号的 不是你这是红牛啊 还是哄牛睡觉啊 对对对 这么多年过来 这牛也不乐意了 牛心里面就想啊 是啊 你这是红牛啊 还是哄牛睡觉啊 你等会儿呢 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这是牛的内心潜排词 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去了 前两天我出去 我看见一小伙子 人家放牛的时候 唱那个红牛号的 就不一样 他是怎么唱的呀 唱起来特别好玩 您给来了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 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 你真臭 公牛说不臭不臭 I love you 好 这个还真不错 这个牛高兴啊 牛喜欢听这个 牛爱听这个 是吗 牛搞上对象了 对不对 这是一只单身牛 单身 没听这个词去 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 有没有耗子 也有耗子 城市里面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 看见一个清洁佣老大爷 唱的清扫劳动耗子 清扫耗子 我斩灾 有货 烈烈风中 刷刷 很不能 把城市全扫干净 刷刷 芒藏天 凌晨四点钟 刷刷 扫把在手 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 我们老大爷唱的够有气势的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 唱一首清扫劳动耗子 特别的有气魄 很殆劲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 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耗子 是吗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确实是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销售行业 卖东西的 卖东西 那确实不容易 不是 兄弟 但人销售有耗子 有吗 人有啊 人就那个 加油加油我最强 加油加油我最棒 加油加油我最晴 加油加油我最棒 加油加油我最晴 加油加油我最棒 兄弟 我要不拦着你 你是不是能给自己喊死 不是 我看他们喊得挺带劲的 你这叫口号不是耗子 没有美感 这不一样吗 差远了 不一样吗 要我说的话 你说 就用打夯耗子的节奏和调子 你来这个 你试试 打夯耗子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这能行吗 这个 打夯耗子大伙比较熟悉 知道啊 你旁边别闲着 我干嘛呀 帮我个忙 我帮你什么忙 你旁边哼哼 我 不是我干什么呀 我就哼哼 哼哼你不会呀 哼 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 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干嘛呀 谁乔治啊 你不说哼哼吗 给我帮个签 我唱上句 你接个下去啊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大伙应该都听过 哪句呀 大行号子 特别简单 同志们家巴西啊 我看 有点意思啊 有会的 有会的啊 这边有会的 这边有会的 就你不会呀 就 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 那行了朋友们 咱们配合一下啊 我起个唱 就是大伙一块接个下去 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 来一会儿啊 行 同志们家巴西啊 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啊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 这有什么呀这个 这我来呀 你会吗 我会呀 你来一会儿就比他们好是吗 那当然来一会儿就比他们强 你来一会儿我听听 你听啊 来来 哎呦 你要死啊 我比他们清楚多了 没有底气呀 你说大点生不完了吗 再来一会儿 哎嘿呦啊 哎你看 要说这个演员啊 通人性 你看你们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一说就有啊 但是调门不够高 不行 兴奋一点 调门再高一点 再高点 再来一会儿 哎嘿呦啊 再高点 哎嘿呦啊 再高点 哎嘿 再高点 兄弟 我上不去了 知道这意思了 咱就这样吧 兄弟兄弟 咱们来一回 可以 销售行业 唱大行号子 没问题 现在在座的搜索好朋友啊 啊啊 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哦 现在是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 员 哦 上班了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 哎 每个人都有 哎嘿呦 好不好 行 把这个 使点劲 好不好 嗯 大点事 行不行 谁要喊的好 一会儿我请吃盒饭 行吗 嗨 来一会儿啊 来吧 哎 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 这 一样快点快点 开会了 哦 开会 快 同志们下巴筋啊 哎嘿呦啊 业绩要创新高啊 哎嘿呦啊 不为什么困难啊 哎嘿呦啊 勇于盼高峰啊 哎嘿呦啊 流血又流汗啊 哎嘿呦啊 哎 胸失不流泪啊 哎嘿呦啊 怎么那么好啊 就那么好啊 怎么那么棒啊 就那么棒啊 努力来奋斗啊 比这往前冲啊 冲人在我先啊 一马要到先啊 一起筹筹长啊 你行我也行啊 加油奋斗 努力拼搏 加油奋斗 努力拼搏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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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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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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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